我是愛心的愛心的愛心的流浪你 即將迎來中秋節 周波哥上節目也精心設計 普舞身為邱逸農金曲挑戰賽 邀請台語天王蔡小虎獻唱 一出場就演唱《暗情的流浪兒》 是他十年前錄製的歌曲 但從未在公開場合唱過 為了別出心裁的挑戰賽 才重現這首歌 所有人都聽得如吃如嘴 我們兩個剛出道 都沒有作品的時候 是外面都唱小舞歌 都唱小虎歌 聽完小虎歌演唱完 歌手陳隨意也曝不及待表白 那首歌叫作幽輪的非禮不動 我們每次放話 不然我們出場 其實剛剛的畫面就很像 小虎歌在居酒屋遇到一個罪漢 天王真的唱得非常好 但是我是認為說 他根本就不需要我幫忙 或是那個時候你看人大胖 你... 你現在... 不只歌手見到偶像很興奮 主持人也想著互動 小虎歌更不忘稱讚提吸後輩 暫時反應惹得全場笑聲連連 為了就是希望讓觀眾 有個笑聲不間斷的歡樂中秋 記者陳玄白 李佳彦台北賽訪報導 明天王